周玉彤的一次外向换来了全网的快乐 之前周玉彤和小童喝多了发的唱歌的视频 微信的状态做做的假自衣 实在是很难忍着不孝 尴尬的让人不敢看第二遍 之后周玉彤就在机场被粉丝疯狂起哄 一个个的贴脸开大 甚至还有多人合唱 周玉彤羞的恨不得当场挖个洞把自己埋了 周玉彤真疯了 有你们是我的福气 之后周玉彤在采访中也回应了这个问题 以为会是胡啊声一片 结果没想到是笑声一片 因为自己是错误的判断 在网上和现实中都经历了一次射死 本来以为我那个视频发出去是那个 就是哇好可爱 就是这种赞美的声音比较多 所以我才发的你知道吧 没有想到是大家觉得好笑 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我对自己的这个视频 有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就是你说现在就是尴尬也是尴尬在这儿 就是让人有点难受 但是谁能想到这次乌龙还能有后续 在吃色鸡情人的直播中 周玉彤说肉都破两万六 就给大家唱歌 里线的网速也是挺快 对着周玉彤就是一顿踢脸开刀 两万六的话我就给大家唱歌吧 唱回唱情吗 但这还不算完 在线下两人起直播时 回显标这不就来了吗 等到自己跟赵雨彤合唱了 看得出来 两人都想立马挡车回家 那脚在桌子下面 估计的勾出算是一丁了吧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部春色季情人 这部剧最幸福的不是李线 不是周玉彤 也不是观众 而是我们的导演 在现场磕CP 简直磕的外国所以 连他都舍不得喊了 看我们周姐的嘴角比AK喊了呀 你们两个也勒在其中吧 有些话剧简直要比正片还甜 导演在一旁也是虎狼之词不断 在一场亲密戏中 导演就说要李线表演的深色一点 深色一点 那熟练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呢 导演我不差这点流量 能仔细说说吗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 那就是他们的吻戏特别有新张点 高铁上的吻 沙发上的吻 还有门后的墙吻 细游本人看得很过瘾 这氛围感 狗来了都要说一声诀呀 而且我入其他CP营业的时候 能不能都找李线周玉彤干齐呀 男人接受采访时 周玉彤是自己外婆 不合理性是真的在演戏吗 那天给我发消息说 哎呀真帅呀 说这小伙真不错呀 狂夸他 我们那些花絮都被我外婆 就是都翻烂了都 外婆脸都笑烂了 说你告诉我这是在演戏对吧 这是在演戏也好 说起周玉彤的外婆 又让我想起来的距离的外婆 在直播中也是非常感受 戏里都这么爱了 那戏外有没有可能 好好好 外婆简直就是我的嘴铁 看来希望他们在一起的人 真的很多 戏里面啊 你们都这么爱了 你们戏外面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觉得 不是你居然想问嘛 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也会想问嘛 哎呀他们戏里面演得这么像 会不会戏外面也 也有这个机会呢 咱们再说回采访 李现还说在私下聚会的时候 会带上周玉彤一起 他家人喜欢你 你朋友喜欢他 我说你们俩这整个有点暧昧了吧 有一个一起聚会的时候 我有一个我的朋友 是一对情侣 我们在一起 适合玩乐的时候 那对情侣的那个女孩 就盯着他就已经 就已经 爱了 他又之前两人起扫楼 大大方方营业 在百年好合的牌子下合照 互相拾着紧口回答问题 他要求欢迎距离场景 一点都不扭捏 咱就是说 那与营业戏 能不能都按照这个标准卷起来 我们是真的爱看 然而对彼此的初印象 也是很好评 赞美对方的词都不太重复的 这波护花 我给满分 很轻松 很real 很大大劲烈的女孩 就是很照顾人 又很真诚 而且周语同夸李献帅 也不是一两次的 那咱就有人说 李献这松质感 那谁干还是不迷糊啊 看得我都想替周姐言极极了 不过接触下来 发现李献也是个憨的 一开始高楼男神那个形象 一下就碰塌了 这反差感实在是有意思 接触了之后发现哥就是个憨憨 一点都不高了 不过周姐也没说错 李献帅是真的帅 憨憨也是真的憨憨 因为在剧中的职业是助理师 所以在直播中 案例这部剧的时候 李献的案例非常的特别 特别的都让人有点害怕了 这下优惠怎么说呢 嗯 我不好说 那个 找陈迈东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扣 哪个折扣啊 什么折扣啊 你帮人找陈迈东啊 你这说的有点让人要吃到太大的 模仿周宇彤的一些热门头像拍照姿 李献呢表一杂方式 好像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 怕人家周姐都气笑了 都恨不得上手揍他 难怪我说的汗哪 但我看着还不是一般的汗 是特别汗 这个有点意思哈 这个怎么有意思 这很少女 我哪有钱啊 很焦躁的这种 哎呀呀呀 你这是表情大惑啊你 你这是表情大惑啊 还有在首映会上 李献给周姐表演了一个魔术 但是说我直言 这个魔术真的有点不忍之事 都要怀疑李献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升了 这下是真坐实了憨憨的本质 你们手上都没有啊 我把它开进去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机识别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